水瓶對準桃園捷運公司人員的臉狂比怒罵 女乘客氣到騷瞎 因為不滿包包站位被民眾通報檢舉 暴怒女乘客跳針逼問捷運公司人員 其他乘客看不下去 在一旁信心喊話 女乘客一聽居然有法可管 竟突然全身開始有病痛 連說話都有氣無力 對此桃園捷運公司回應 確實沒有規定包包不能站位 但會柔性勸導希望人人都有座位 而同樣活報場面 在新北市樹林台北區監理站也上演 所以是誰有問題嗎 驗車是看檢驗員的心情嗎 所以是你們這邊檢驗員數值稱吃不起嗎 不然為什麼同樣的標準 不同人驗會不同的結果 這不是很奇怪嗎 不是不合理嗎 車主爆氣怒槓檢驗人員 指引愛車去年跟今年明明同一台 去年驗得過 今年卻驗不過 質疑標準大有問題 所以是去年的檢驗員有問題 還是今年的檢驗員有問題 同樣的監理站 同樣的車子從來沒有改變過 去年跟今年的法規都是一模一樣的 今年就驗不過了 而且還多了三項驗不過 對此 台北監理站回應 一切依照相關法規檢驗 如果民眾有疑慮可以申訴 藉由陳希鵬採聲暢報道